就是他 流姓男子 吳兆開車還撞死了兩個人 卻直接開溜 三個小時後他被警察抓到了 這時辯稱只是回家沒有跑 下一秒卻又說 車不是他開的 流姓男子照時候自己也受傷 原警要先帶他進醫院治療 還原整起事故 1月15號晚上7點多 原警巡邏時發現 一輛藍色轎車就從眼前逆向而過 警察左轉追上去 打開了警告器尾隨要攔查 他卻繞著路轉 從建成路右轉復興東路後 再右轉東光路 到了建成路口再逆向往南開 警察發現這樣下去太危險 不追了 改科技執法到時再計罰單 但流姓男子卻沿著建成路 再往南 又過了好幾個十字路口之後 就在東光源路跟振興路口 闖紅燈撞上綠燈直行的兩輛機車 流姓男子自稱是因為他是無照駕駛 所以才會逃離現場 警方招到人時對他酒測 沒有酒精反應 但流姓男子這幾年有多次酒駕跟趙逃記錄 被判刑入獄 民國107年被裁定執行 一年八個月確定 民國109年假釋出獄 110年4月縮行騎滿了 卻又在同年9月5號再酒駕 當時他是車輪胎破裂 遠景藍茶 發現酒味好重 一側酒精濃度高達0.87毫克 案件被移送後 法官認為他多次酒駕不宜宽戴 幸好當時沒造成傷亡 但還是判他有期徒刑6個月 被關到去年10月才出獄 結果還沒三個月 因為無照開車跟交通違規 自己遇到警察心虛怕有被關 飛車逃逸卻闖紅燈撞車 也害得無辜歧視 兩死亦重傷